今天好熱啊 是啊 是啊 你知不知道我見到你這樣 我想起些什麼 我不知道 我想起我小時候讀書的時候 上美術堂 SIR就挑了一個大衛素像 我一看見那個大衛素像沒有穿衣服 我就很生氣 很討厭 我馬上拿罐油 撕撕撕 撕到整個素像都是油 我現在見你沒有穿衣服 不要 糟了 小姐不要啊 小姐 小姐不要啊 我現在要打電話 我要告他 我告他 你告他也告不入 你告他也告不入 我告他傷害他人的身體 曼莎你坐在這裡聽我說 曼莎 曼莎 我現在不只這樣 我今天想起他一定會發作 我已經打電話進青山 已經叫了兩個護士 他們現在正在來 你這麼好 說回說 曼莎 你又沒有穿衣服 孤男寡女在房間裡 如果這件事爆了出去 你實名與地位 沒有了 掃清江 你想清楚 來了 來了 不過他們要回到醫院 兩位大哥 麻煩你等等 麻煩你等等 來吧 好了 我現在不管了 我走了 叫他還給我戒指 還給我戒指 還給我戒指 我是那個 我幫你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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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沒給我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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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給我戒指 你搶走 我走 你瘋了 你把你戒指 你害死了 你一定會做我們正人 做我們正人 這件事一定會爆出去 你放手 我走 你想清楚, 你想清楚 放手啊, 放手啊 算吧, 算我那不當壞了 幸好是萬年銀, 當我送給他 我買了一個, 你要嗎? 我買了一個, 自酬的, 我買了 喂, 怎麼了? 我現在這麼新生, 我怎麼出去 找個地方給我洗澡, 行嗎? 好啊, 過個房子 救命啊, 救命啊, 放手啊 放手啊, 什麼啊 我衝進房子的時候 那個萬禮福全身都顏色 我真是忍不住笑 還有, 那個咪咪還怕不用 一本猛咪來擠 我看見她的壞樣, 真是不用燒炮掌 那你說, 如果咪咪噴到我那裡就慘 她現在整身顏色 我想她第一個禮拜看不掉 還有, 你怎麼樣? 她那時候還沒有怕 直到我告訴你, 咪咪也有神經 嚇到她冷漢都冒了 不知道幾個人 阿姐, 萬大福想到落尾 一定知道你弄好她 知道這樣又怎麼樣? 難道她敢出聲了吧? 好, 那個紅寶石戒指呢? 在這裡 讓我給你看看我的戰勝品 我來看看 雞部員, 讓你見識一下 嘩, 是多漂亮啊 紅薄薄的 當然啦 當然啦 如果不是, 她怎麼會選 選這隻給我拍廣告照呢 嘩, 阿蘇 這次我都可以畢業了吧 嘩, 那就算畢業了 我說過那個仙也不用的 你現在拿了五仙, 剩下三仙 那還有二仙呢? 還有, 阿蘇 還有這顆綠寶石 剛剛值二千元 我跟你那麼久, 沒那麼差的 拿來看看 給你看看, 漂亮不漂亮啊? 好了, 那咪咪不用付錢了 我說你是朋友嘛 搞定, 不用錢的 咪咪演技不是很好嗎? 不用說了, 她浸過鹹水的 她讀戲劇的 好啊, 阿蘇 那我以前也算合格了吧 作為考試就算合格 是嗎? 我都說我阿姊的那顆綠 真是沒得頂的 嘩, 爆死啊 你遇到那個萬大福, 蠢而已 什麼蠢? 她一點都不蠢 我想如果給你, 阿May去了 分分給我, 阿芬回頭 如果給我, 阿May去 阿May, 我想我的計劇好過你 幾萬倍 是不是啊? 如果是的話 你做一件事給阿爺看看 當然會的, 差遲早了 那早就好過遲了 阿May, 我交個任務給你 好啊 阿May, 你不要下爬輕輕啊 你放心吧, 我阿May有那麼差嗎? 好啊, 跟著我來 看看什麼 幹什麼 這幅就是清代的名畫 好漂亮啊 真的啊, 好漂亮 好漂亮啊, 阿叔畫的 是假的 我現在叫你把這幅畫 向一個文化大老片駕騙 誰 何刻法 何刻法 是, 他最近又開個畫廊 即是以往一樣 呼名釣魚從中取利 我要你把這幅畫騙到他 這幅畫 何刻法 是嗎 無故 請問你是不是何先生? 我是,請坐… 小姐,請問你 你們看中了哪幅畫? 我不是來買畫的 我是來賣畫 小姐,你的作品是甚麼作品? 我這幅是清朝的名畫 你看看 小姐,請問你這幅畫是怎樣得到的? 這幅是我們家傳的 不過這樣吧小姐 我們這幅畫通常都是賣西洋畫 至於國畫我們… 何先生,我想都沒有問題吧 如果遇到識貨之人 我想他們一定會買的 這幅畫我想賣的價錢 一點都不貴 我只是想賣一萬元 不過…一萬元一幅畫 而且我們對國畫又… 如果你不信它是真的 你可以找人來鑑定一下 何先生,不怕老實跟你說 如果不是家父在菲律賓有病 好等於這筆錢用 我一定不會把這幅畫 給你們寄賣 還有一萬元的價錢賣出去 小姐的意思 原來是把這幅畫放在我們寄賣 這樣沒問題… 不過小姐,我們這幅的行規 假如這幅畫賣出之後 我們要收回一百分之二十的服務費 那不要緊 何先生,你是文化界的名人 又有識之士 過獎… 我相信你一定肯幫我一個忙 應該的… 好,那一言不定 我寫一張修條給你 你先坐一會 好… 好… 好…